我讲到我们灵力的重生 灵力的重生对我们何等重要 没有灵力的重生 我们永远见不到神的国 没有灵力的重生 我们永远不会渴望神的国 没有灵力的重生 我们根本进不了神的国 所以灵力的重生对我们何等重要 这是尼哥迪姆来到耶稣面前 问耶稣 尼哥迪姆 他是犹太人的官 所以他跟耶稣怎么对话 他跟耶稣对话说 拉比我们知道 所以呢 他是犹太人官 所以他今天来见耶稣 不是只有代表自己来到耶稣面前 他代表背后有一群人 对耶稣的看法 所以这也说我们知道 第二点没有灵力重生 永远只停留在 我知道神是怎样 但你永远进不了 看不了 你永远不会渴望进到神的国度 所以灵力的重生多么重要 灵力的重生 不是在敬母父再生一次 灵力的重生 是我们从上头而生 而上头而生是怎么生 在圣灵里面 所以在圣灵里面所生的 以至于我们重生了 所以水和圣灵 这里水和圣灵 是一个对等的平行句 不要把水跟圣灵切开解释 有很多解经书是把水和圣灵 水代表是以理啊什么 其实在这里最重要 因为水对犹太人 他明白水的意思 水代表洁净 更新 水代表对犹太人来讲 是一种更新改变的一种力量 所以在这里水和圣灵 我们要把它一起解释 所以耶稣这里说 什么叫做重生 就是借着水和圣灵所生的 因为圣灵对犹太人 这时候来讲 他们还不是很清楚 什么叫圣灵 以至于耶稣在讲水和圣灵 是代表上头来 你们要再一次 借着上头来的力量 你们有一个捷径 你们有一个更新 你们有一个改变 如果我们仍然在肉身 是不能被改变的 肉身所生的 人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 就是灵 所以我们必须借着水和圣灵 所生的 以至于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重生了 用者你们知道吗 贱跟敬是同样的意思 你们能见神的果 以至于你们能见神的果 这一个贱跟敬 怎么解释呢 很多人说 那贱看见是看见 那敬是敬 在约翰福音里面 这都是同一词 三十六节 信子的人 有永生 不信的人 得不着 得不着 原文叫做 不得看见 所以呢 见神的果 就是近神的果 就是得着神的果 神的果 用最简单的讲法 就是永生 就是神的生命 你如果不从圣灵所生 你永远没有神的生命 你永远没有神的眼光 你没有神的思想 你永远没有在信心里面 你不知道怎样 以至于你找 这圣灵的重生 让我们拥有神的生命 以至于拥有神的生命 我们才能 见到神的果 没有神的生命 你永远见不到神的果 肉身所生的 只是停留在尼哥迪姆一样 你肉身所生的 你停留在宗教的见解上 宗教的看法上 他们可以用宗教的见解看法 来评论耶稣是谁 他们可以有好的评论说 神我们知道耶稣 我们知道你们是从神来那里做 他可以认出耶稣是 是从神来的 他可以认出耶稣的特殊身份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 若没有神同在 无人能行 他没有从神 只不过停留在这个阶段 停留在宗教的判断和看法上 因此耶稣 直接了当地对尼哥迪姆说 你不要只停留在宗教的判断了解上 你要重生一句 你能看见 你能进入 你能得着 所以当我们读到最后一节 这里我们就解释到前面 性子人有永生 不性子的人 他没有说有没有永生 而不着 在约翰福音有很多的字 它是很特殊的用法 所以 见神的国就是进 你都看不见 你不会渴慕想进入 所以当我能看见 我就如同进入到神的国 所以在 灵你的重生 何等重要 当我里面今天 我们不要说我在教会 今天我不要说我信主多少年 我们知不知道我灵你重生 你不会一直沉溺在 你的肉体当中 你不是只是知道 我肉体不好 我肉体不可以 而是灵你的重生 让我们可以不断不断不断 有一个力量 有一个更新的大能 让我们离开脱离肉体 阿们 也是一次又一次 灵你的重生 你灵你的重生 一次又一次 所以不是指的 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或你受醒那一天重生了 不错那是一个生命的开始 但是你不能停留在 那个开始 你家的孩子出生 你不能一直停睡 再睡一睡吧 因为它是生命 以至于它会前进 因为它是生命 所以会改变 因为它是生命 所以它不断的往前 它会渴望 不只是吃奶奶 它有一天渴望 要吃麦朗老 所以你说这是生命 以至于当我们在灵里 重生的时候 你不会渴望 一直住在肉身的里面 阿们 肉身所生的就是属肉身 你喜爱醉的 你就继续喜爱醉吧 但是灵里重生的 即便你现在陷入在醉的里面 但有一个力量 让罪恶的捆绑起来 何慕神 我仰望你 仰望你 诸救我 今天或许我们在座 都没有犯大罪 也没有像约翰福音八章 所讲的那一个 行营中的妇女 但是我们里面 有什么捆绑我们 可能是手机 可能是电视 可能是影片 可能是什么 一个上瘾的东西 勾住我们 一个上瘾的东西 掐住我们 但今天要说 主啊求你帮助我 主啊在圣灵里面 你生了我 主啊在上头来的 一个力量 更新了我 以至于主 我可以靠着你 救我 救我 脱离这一切 上瘾的行为 东西你知道吗 仇敌就在你上瘾 什么叫上瘾 上瘾就是 你不觉得他 有什么不好 但是不管任何好东西 你上瘾都是不好 阿们 任何好东西再好 你只要上瘾了 上瘾是什么 不能没有他 除了不能没有他 一天没有他 你浑身不自在 但你一天没有神 你很自在 你知道吗 上瘾就是 他取代神 在你心中的地位 不论是咖啡 不论是红茶 不论是珍珠奶茶 不论是什么 一天没有喝到他 一天没有看到他 你就想念他 但你一天看不见神 你不会想念神 久而久之 你就见不到神 阿们 所以不要让灵力 重生的那个圣灵 担忧离开 所以今天在圣灵里面 不断救我们 脱离肉身所生的 阿们 求神怜悯我们 不然你知道 我们真的只停留在 尼哥迪姆 他们这一群人 都知道 你是从神来的师父 都知道 若没有神同在 这神迹是行不出来的 你不过就停留在 但耶稣直接告诉他们 你们不能是停留在 宗教的判断和看法上 你们要重生 灵力重生 以至于你们得见神 弟兄姐妹 灵力重生多么重要 今天是借着耶稣基督 神的爱子 我们今天 这是一个恩典恩宠 以具我们能 尽神的国 你能明白 神国的那个荣耀 丰富吗 我们今天 借着圣灵的重生 我们能尽到 荣耀的国度 我们今天渴望 我们无所谓 你今天要到美国 想尽办法 但我们到天堂 无所谓 天堂 是你这一生 在地上最要追求的 我们却无所谓 我们停留在尼戈底姆 只是对宗教的研究上 我们却没有真的渴慕 圣灵既然重生了我 主啊 我里面多么渴慕 让你的信心苏醒过来吧 圣灵的重生使我们的信心苏醒 不要活在一种不信的里面 你不重生 你不会渴慕尽神的国 不重生 你不会把神的国当作一回事 你不重生 你觉得一点牺牲 好像对你来讲是要你的命 但你重生了 你知道尽神的国 都会有付一切的代价 我没有付什么代价 但我却可以尽到神的国 所以今天在地上服侍神 遇到被误会也好 遇到任何的苦难 耶稣已经背负 我们今天只是在耶稣的肩膀上 透过信心进到神的国 我真的要大声疾呼说 耶啊 我们要起来爱神的国啊 阿们 所以耶稣说我在地上 所讲的你们都不能懂 我讲天上的你们更不能懂了 我们为着我们的名利 各方面 我们想尽办法追求追逐 但你却不知道 天上胜过这一切 我们却活在肉身中所生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